彼得后书第3章第11至12节 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 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勤洁 恰恰仰望神的日子来到 在哪一天天被火烧就消化了 有刑质的都要被烈火溶化 没错,其实这两节经文 也可以说整章圣经 根本就是说我们的为人 所以昨天我跟大家分享到 我年幼时开始的经历 而导致我懂得什么叫无条件去爱人 不需要有人认识我 不需要有人为我做过什么 我自然会爱他们 我自然会希望救他们 希望他们信主 这种无条件外 就是有一次 就如我所说 有一次经历过 差不多接近死亡的磨练 在里面我发觉 原来人是很需要人的 基本上别人的存在 已经满足了一个很重要的空隙 当你像我那样个别一个人 自己冒死 为了一件很无聊的事 就是为了读书 走去冒死 开车去度过 去横过整个加拿大 在过程当中还是自己一个人 闭上眼睡就等于死 遇到意外就等于死 为了一个这么无聊的事 去度过 你就知道人生一定有其他更有意义的事 可以冒死 但在过程当中 让我发觉 在过程当中我遇到很少人 因为沿途当中是极少人 很少人能够接触到他 而当我度过了死亡的难关 而再次见到人 我才能感觉到 原来每一个人 当你极之孤单的时候 原来你心里才会发现 你有一个很大的空洞 你一定要有另一个人类存在 只要有另一个人存在 你的空洞就会得到满足 就像很多 弟兄姊妹尋找异性 你尋找异性的时候 你会觉得很孤单 很浪漫 有很哀伤 有很多哀愁 但是你一定要尋找异性 但尋找了之后 你会发现填了这个空洞 你会发现成为丈夫 你会觉得很有自信 走出来的时候又不一样 填满了的感觉 突然会使得你好像变回正常 但之前你会发现 要到处去尋找异性 可以认证 不可以认证 总之有个老婆就可以了 甚至因为这样 什么都能做出 有些人是这样的 他有这个空洞 而当他结了分 真的填了这个空洞 就像类似这样 我就发现 原来神创造我们 很需要另一个人 只要他存在 只要他幸福 原来你自己里面 自然就会感觉到充实 而实际上 我以这个作为根基 开始成为你们的牧师 作为一个决定的时候 我也是以外人为根本 总之 总之在我的生命当中 虽然成功好像很重要 尤其是我以前是不成功的 愈来愈多成功 愈来愈多人爱戴 多多的阶段 简直是令人妒忌 觉得我们这间教会 一定是异端 一定是用很多方法 逼人去 去爱他 或者帮助他 正正到这样的阶段 正常好像不会出现 这些成功到的阶段 好像很重要 好像身边的人都会妒忌 和羡慕 但无论去到今时今日也好 任何时间也好 其实我会为我身边的人 愿意放弃所有 或者失去所有的成功 或者安殊 其实几次和我一起旅行 身边的全职就知道 有时真的熬生熬死 上来的时候 那种辛苦程度 基本上一般 正是我们教会的全职 应该没什么能够定下 这种生活方式 但在我来说 总之为人民 牺牲这些 无论我成功和安殊 失去的所有东西 都一定是没问题的 而鼎姊姊妹 这是带领我 无论是平上陀 是牧师 甚至到我们成立 这么大的教会团体 这使得我每一个决定 都走在圣洁和敬洁里 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 因为鼎姊妹 你们在现在的缸景 本身在香港 你预备去度假 可能由度假当中 你可能不断转回环境 第一 可能在六月头 还要回到香港 因为什么事都没有 可能突然转就转 原来不是真的 什么事都没有 是真的什么事都有 这样变成 你里面的环境改变 但只要你的内心 那个境界和性界不改变 其实你根本在任何环境中 你都会做一个对的决定 就如我所说 一些人就是为了自己的得失 他们会用三心良意 但在我来说 我根本整件事就是 与我自己失去的 我吃虧也无所谓 因为我就算为你预备 以及不为你预备 我都会失去 为你预备 我还会失去得多 我越早警告你 我失去就越多 因为越多人问我 越多人希望我们教会帮到他 越多人有问题的时候 都会来找我们 明白吗? 再来说 我不会使得自己的奢侈 可以仍然是三心良意 我宁愿一阻我站在 就是说有问题 我就会帮你 没有问题 当我预备错了 这就是我这么多年 到今时今日 建立社医院 到现在 整间社医院教会的立场 但为什么会这样做呢? 我昨天说了给你听的理由 就是原来当我们为了爱人的时候 我们知道身边的人 是这么重要的时候 其实你会放下你身边的得失 再厉害一点 成功和成就 再厉害一点 就是你的安殊 明白吗? 但那些人连得失都没有放下 不要说其他事情 不要说为人牺牲 他连自己应该的立场 都没有决定 你有自由做这件事 我仍然是那一句 但这不是一个好的信仰 因为一个好的信仰 是会放下自己的得失 第一时间想想 既然我被人拥有更多的时间 我被人拥有更多的知识 我被人拥有更先见之明 我被人拥有更多的资源 我怎样可以为人放弃 我怎样可以为人牺牲呢? 这就是我所说的 你应该有的态度 缺乏的时候 我们可以说 我们什么都没有 但你什么都有的时候 竟然有些人会在得失当中 又有太太又有家庭 于是我有很多事情想的 但我想让你知道 我比你更加多 我想的更加多 因为我不仅仅想起自己的东西 我想起整间教会的东西 对吧? 所以我希望你能够理解和感受一下 希望你能够理解出发点 在昨天 出发点就是 原来当你爱人的时候 你就会向这个出发点走 当你有这个出发点的话 未来的日子当中 我现在说的这篇信息 可能已经是5月10日之后 现在你遇到这些光景的时候 这个变动 可能之前还有一个香港回去 但现在可能没了香港回去 那你怎样呢? 如果你是由三心两意 变成 如我所说 由三心两意 变成心乱如画 那你人生就只有吉 你在这个时候 应该是切切仰望主回来的日子 是不是? 现在突然间 为什么会变成 好像仰望你自己 有个安舒日子 仰望你自己 有个平安日子 在巴比伦当中 可以建立巴比伦城的日子 或者仰望你自己 可以过往以前 一模一样的生活 为什么会突然变成这样的? 是不是? 所以我想问你知道 就是 当你找到那个概念 找到那个 真正应该有的品质 就算转变的时候 好了 你之前是三心两意 现在你可以立定心智未 是不是? 现在你真的看到 尤其是未来的日子 如果你看到石安所说的 这些是准确的话 那你可以去立定心智 去大家同心合意 你可以将你自己的资源 你的时间 去真的 去为人付出 没有? 可以吗? 如果这样也还不可以 这样也还要 还要有所保留 那煮回来的日子 那你怎么办呢? 最后的补考 你也放弃 最后的贴士 你也放弃 是不是? 所以当你有这个心态的时候 其实当你见到灾难 就一直严重下去了 真的是这些事件 你可能要在大陆 要过一个新的生活 全球可人线事件 真的是 从以前风闻有它 现在真的有它 是不是? 但问题 当你能够 转变这个心态 在特影哲学生 会祝福你的经济 最重要的是 祝福你的身体 你的健康 祝福你自己的直觉 祝福你的恩赐运作 你才可以在一个新的环境当中 真的成为人约祝福 就算这件事 发生不发生 你用这种方法 有生之年 你只会见到祝福 在任何人眼中 就算他觉得你这样付出是错 你这样为人预备是错 你这样是笨 你这样是怪 但总之我们合乎圣经便可以 我们连心理状态 都照着圣经所说 而最重要的是 如果在过程当中 你的祝福多到年 你的仇人都妒忌你 那就足够了 起码就能击死你的仇人 所以我很开心 我经常见到你妒忌 我都知道我惹到你偶电 是一件好事 这是令我很快乐 为什么 因为我自己比任何人更加知道 我自己的祝福 不是我抢回来的 不是我争回的 我根本做的会 一件事 连他们都觉得他们看到那颗赞 又说你这样做你吃虧 又说你这样做你笨 又说你这样做你笨 自己和教会的资源 这间教会一定是一缺不振 一定是人数会锐减 我想你知道 由我们教会十多二十人的时候 别人都这么说 但是问题就是 我们教会是由十多二十人做到现在 我们一直不断飙升 无论我们的尊严程度 神给我们的祝福 比我们每一样东西 由我们十多人的时候 已经攻击我们的人 只是干等 在这段时间想着 希望这么多年 看着我们由十多人 一直跌倒 但问题就是我们 由十多人一路得祝福到现在 而过程当中 我们真的为别人付出很多资源 付出很多时间 甚至我自己 把自己一切的成就 或者成功 或者我的名誉 我也愿意拿出来 总之 我知道这件事 是 将来有事的时候 是会救到人 那我就做了 未必有事的 我知道未必有事 但在我的资源快迷当中 我能够知道 留下理解 这是有可能的话 我直接不敢 跟别人说 未必有发生的 买大小吧 不要想 这样 我不会敢说这些话 我宁愿就是 你可以有这么奢侈 而不相信 但我不用自己 拥有这个选择 我会为别人去预备 没有事发生 没有事发生 有事发生 我救了他 感谢主 但从头到尾 我都不希望拿这个资源 我希望从头到尾 都将荣耀归给神 弟兄姊妹 如果你拥有这个心态 无论现在这个环境 它变成如何 你都知道如何自处 你都知道身边哪些人可信 因为他们都是一样 接近这种思维方式 接近这种选择方式的人 这些人是有生之年 会多结果自然 彼得后书第三章 第十一 至十二 这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 你们为人该当 怎样圣洁 怎样敬洁 这次仰望神的日子来到 再来日 天被火烧就消化了 有形则也都要被烈火融化 要走近每刻高举天过 未玩具无效退 要忠心拓战 带着信心举步去 因此走上 尽风的路 著名相够 黄年迈去 冲破一切 和幻坚硬 忘掉孤雷 中文字幕志愿 中文字幕志愿家 中文字幕志愿家 加入 loss 中文字幕志愿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